大會為所有的參加者都按提了一個傳統攀登的基本知識講座 現場雖然有很多人 不過最觸目的當然是講解和示範中的 她是美國逃手的攀登專家 以速開拓高海拔領域 是高處攀登的抗議者 她曾經在美國Yosemite 優山美利國家公園 創下了多項速度攀登紀錄 Sida在做的動作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論之周 阿希覺得自己的實力和Sida就有一定距離了 阿希終於完成了她第一次攀爬了 在海拔三千尺的環境之下 對她來說真的有點輕力 不過可以在老君山這麼漂亮的環境之下攀石 相信她會慢慢適應 挑戰更加難的線路 喂 怎麼樣? 你的腿有點痛嗎? 要休息一下 我时间继续表达 我们来到这里